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Unit 121 Chapter 13.7 How to change quotations 怎样将直接隐居改成间接隐居 准备好了吗? 东子老师在这节中要借由实力来说明直接隐居怎样转变成间接隐居哦 请您来看到今天的第一组句子 She says,Today is my day 她说,我今天真幸运 改成间接隐居的时候 我们会将原来的逗号拿掉 隐号拆掉 然后将原来的隐居里面内容整个当作 积物动词says等的寿词 所以变成了名词指寿 那么由于不需要另外加上任何的具意 所以我们会采取没有具意的连接词 that来引导出一个当作受词的名词指寿 而由于that本身没有意义 所以它也可以删除掉 接下来today改成小写 然后呢,is造超 为什么造超呢? 因为前面的动词是现在是动词 所以它的时间是符合的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is 那么my这个时候变成了she 所以这个时候呢,改成了her 所以整个句子就改写成 she says today is her day 或者是she says that today is her day 她说她今天真幸运 是的,看过刚刚的第一组句子后 你会发现到 当主要子句是现在是 包括了现在简单是 现在进行是 现在完成是 或未来简单是的时候 名词子句的时态是不需要改变的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时态的一致其中的一部分 请您看到这一页的第二组句子 My elder sister said I will not be here tomorrow 我老姐说啊 我明天不会在这里 改成间接隐居的时候 由于引述者的角度改变了 所以这个mind呢 改成了his 所以前面就变成了 his elder sister 他的老姐说了 然后呢 逗号拿掉引号拆掉 同样的 我们会变成一个that字句 当然这个that可以省略掉 然后这个I呢 事实上要搭配前面的 他的老姐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了she 然后well 因为要跟前面的过去式的 主要动词set来一致 所以改成了过去简单式的would 然后后面呢 这个here 由于地点可能改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改成了那里 而不是在这里 所以变成there 至于tomorrow 同样的引述时间改变了 所以改成了那一天的 隔一天 随便成the next day 所以全句就改成 his elder sister said that she would not be there the next day 或者是 his elder sister said she would not be there the next day 他老姐当时说 隔天他不会在那里 当主要字句是过去式 包括了过去简单式 过去进行式式 名词子句的时态 必须改成过去的时态 这是时态一致中 更重要的一部分 he said I saw Tom Cruise once 他说 我曾经看过 Tom Cruise一次 那改成间接隐居的时候 逗点拿掉 引号拆掉 然后变成了that's句 that 当然可以删除掉 这个I搭配前面的he 变成了he 然后呢 saw 你可以看到 他本身已经是过去简单式了 那当然表示他比said的时间还要早 所以变成了had seen Tom Cruise saw 所以全句就改写成he said that he had seen Tom Cruise once 或者是he said he had seen Tom Cruise once 他说他曾经看过Tom Cruise一次 聪慧的您还记得吗 两个过去动作或状态不同时发生 较早发生的动作或状态 需用过去完成式 所以 So 为了表示比set还早发生 改成间接隐居时 需改成过去完成式的head seen 同样的 如果原来隐居里的动词 是较早的现在完成式 改成间接隐居时 你也要将现在完成式 改成过去完成式哦 因此 这一组句子的改法 就会变成了 he said I have met Winnie the Pooh 他说我曾经看过小熊维尼三次 改成间接隐居时 就会变成he said that he had seen Winnie the Pooh 他说他曾经看过小熊维尼三次 你可以发现到 doh号拆掉 因号拿掉 然后呢 填上that或者不填也可以 I改成了he 然后met变成了 head seen 其他则照超 如果隐居里面是像 Do you have a sore throat? 你是不是喉咙痛? 这样的yes no question时 怎么办呢? 这时 您需将一般肯定句 和否定句 常用的重属连接词 that 改成 有是否意义的 重属连接词 whether或者是if if也可以表示是否 以便配合句 接着 您必须了解 原来的yes no question 在改成间接问句后 会变成 极物动词 如ask的受词 也就是说 变成了名词词句 这时候 助动词 不可以和主词颠倒 最后 原来句尾的问号 也必须改成句点 因为 这时候的主要子句 已经由原来的疑问句 变成了肯定句 或者是否定句了 the doctor asked me do you have a sore throat 医生问我 你喉咙痛不痛 改成间接隐句的时候 逗点拿掉 引号拆掉 然后原来本来我们应该用连接词 that 但是它意思不合 所以改成了有 是否意义的连接词 whether 或者是if 然后 这个时候 助动词 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它不再是一个问句了 所以把它拿掉 you 为了搭配前面的me 所以变成了I 同样的have 为了搭配前面的asked 所以改成了had 所以这个句就变成了 医生问我 是否喉咙痛 the doctor asked me whether I had a sore throat 如果引句里面的句子 是whquestion 怎么办呢 别担心 方法very简单 为了保留句意 您只要找朝wh 疑问词 这时候疑问词 它会兼有连接词的功能 后面呢 再依照一般间接引句 间接问句的改法即可 the stranger asked me what time is it 陌生人问我说 现在几点钟了 要改成间接引句的时候 逗号拿掉引号拆掉 what time 照抄下来 然后is it的位置要对调过来 那么is搭配前面的ask 要改成was 最后问号改成句号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句子就会变成 the stranger asked me what time it was 陌生人问我 现在几点钟 那么 隐句里换成了命令句 怎么办呢 原来啊 老外为了保留命令句 原有的强烈语气 所以将命令句 改成叫简短有力的 不定词片语 这个时候 他又同时暗示着 将会去做 原先命令句 动词的动作 Mr.Winter encouraged me Don't give up easily 东子老师鼓励我说 不要随便放弃 改成间接引句的时候 Mr.Winter encouraged me 照抄 逗号拿掉 引号拿掉 那么这个否定的命令句 don't give up 这个时候 改成了否定的不定词片语 那么 do由于他的用途 已经不存在 所以拿掉 所以就变成 not to give up 后面一直照抄 所以全句又改写成 Mr.Winter encouraged me not to give up easily 东子老师鼓励我 不要随便放弃 再请您看到 这个句子 郭静 answer The Alps is in Europe 郭静 答到 阿尔卑斯山 在欧洲 要改成 间接引句的时候 您看到他的改法 郭静 answered That The Alps is in Europe 郭静回答说 阿尔卑斯山 在欧洲 您可以发现到 斗点拿掉 引号拆掉 那么这个 that可有可无 然后 The Alps 这个the 改成小写 可是最重要的 您可以看到 这个意思呢 竟然没有任何改变 难道是东子老师 偷懒不改吗 不是的 原因在下面 事实上 当引句里的句子 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时 时态永远用 现在简单式 不管主要子句用什么时态 还记得吗 在英文 有拿几种时态那一章中 我们就曾经说过 不变的事实和道理 时态都用现在简单式 阿尔卑山 不管现在过去或未来 都在欧洲 所以管他 郭静那小子 在什么时候回答 管他是不是和他那斜斜的 老婆黄龙在一起 动词 都要用现在简单式 所以 再请您看一组 杨过回答小龙女 2乘以8等于16 他改成 间接引句的时候 变成了 杨过回答小龙女说 2乘以8等于16 您会发现到 这个2 times 8 is 16 这里的is 一样没有做任何改变 理由是什么呢 同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 数学上不变的事实 所以虽然前面的主要动词 是用reply的过去简单式 但这里仍然要用 现在简单式的is 是 动词小教师提醒您 直接引句里的句子 是whquestion时 要改成间接问句的时候 为了保留句意 只要照抄wh一问词 后面再依一般 间接问句的改法即可 今天的动词小语 要献给您的是 happy to give away happy to have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快乐的给掉了 也就是快乐的放掉了 就会快乐的拥有了 翻成中文 我们将翻成 比较佛法的说法 喜舍 使人解脱 使人获得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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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